中心社记者提问 我们关注到白皮书里提到 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那么请问这是否会影响 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 自治区政府如何尊重和保障 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 谢谢发言人 宗教中国化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这个呢是宗教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那么从历史的层面来看呢 藏传佛教本身 它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 并且呢随着中国各个历史阶段 历史时期呢 在不断的自我调整 自我变革 那么中国化了藏传佛教 才能更好地适应群众 和社会的需求 才得以呢传承至今 有这么大的影响 那么从实践层面来看呢 这个藏传佛教中国化呀 它是一个过程 一直在进行从未中断 那么进入到了寿主义社会 藏传佛教中国化 自然而然的就应当有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容 那么当前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 进入到了新的时代 我们呢提出呢要坚持 宗教的中国化方向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 与社会相适应 实际上呢 将进一步推动 藏传佛教 更好地适应 中国的国情 与时代发展 同频共布 在中国呢 得到更好的传承发展 同时呢 也将更好的保障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 那么我们西藏自治区政府啊 积极推动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呢 在西藏得到全面的贯出落实 主要的做法呢 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二呢 是对待各个宗教 一律平等 于是同仁 三是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 进行管理 但不干涉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 四世代处理与宗教界的关系呢 是采取政治上团结合作 信仰上互相尊重的 方针 共同致力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五是信教的公民 与其他的公民一样 享有同等的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 宗教组织的代表 还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 参与政治生活 谢谢 所以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